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唯一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于今天挂牌 自由试验区借鉴了国际自由贸易园区的先进经验 并以投资管理体制创新 扩大服务业开放和金融制度改革为核心任务 目前涉及自由贸易区的各项改革措施是颇受外界的关注 其中一大焦点就是金融领域的改革 交通银行26号召开发布会将组建自贸区分行 9月16号普发银行也发布公告 董事会同意在自贸区设立分行 另外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都会向监管机构递交了建立自贸区分行的申请 业内人士指出自贸区内的银行有新的监管标准 对银行来说体制改革是很大的挑战 金融改革一定是为涉及经济服 而不是在用钱生钱用钱炒钱 他一定要支撑涉及经济 这个是具体的政策会一步一步的推出 按照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金融产品 会不但做不得推出 此外在总体方案中 国务院要求实验区首先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政府管理 由注重事先审批 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在货物性出口方面 要求海关做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所谓一线放开就是货物从境外进入自贸区 可以自由出入不缴纳关税 而二线关口就是货物从自贸区进入国内其他地区 相当于从国外进口 这个要高效监管依法纳税 否则容易给走私分子以可乘止机 海关总署还将对入住企业实行严格的审核制度 对货物进出特殊区域实行严格的记录 对不同的货物性质 划分不同的监管等级 最终实现高效监管